好,大家好,我是超夏宋,欢迎你来,我们一起读书 前面一个视频里面我们就讲了久住令人厌,是吧,久住令人厌 经常在一起住呢,就会经常在一起住就会让人深厌,是吧,就会深厌 然后呢,平来亲也说,平来亲,老是来的话,这个关系再好也不行,关系再好也不行 还有一个就是,平身莫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不是,平身莫作,皱眉事,你自己都很没想明白的事,你就不要做,对吧 这样呢,世上应无切齿,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内容的话,把前面那个翻来看一看 我们继续把增广闲文往后看,因为这是一部比较浅显的 然而富含深刻的,是吧,辩证的,生活的道流在里面 正横看成林,侧成风,远近高低,各不同,是吧 不使庐山真面目,只因为我们从来没去过,是吧 只因身在此山中,只因身在此山中 酒中不语,真君子 我就是真君子,我只要喝酒的话,我就是喝 喝喝喝喝,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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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倒了 反正我是没喝,没跟他们讲话 我基本上就这样 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 财上分明大丈夫 财上分明大丈夫 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 是不是真君子这个事情呢 因为酒可能是越来越少了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还买了那么几个万块,有酒的叫 酒中不语,真君子 我找一些能喝酒的人去 财上分明大丈夫,财上分明大丈夫 其实就是说,很多事情都能分清 分清呢,相互 就是,相互不搭杂 不牵扯,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 这样呢,我们两个活得开开心心的 不要老觉得你欠了人家 心里,觉得这辈子他妈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这个事情显明了 其实呢,你的生活 我不讲,生活除了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同样,生活除了诗和远方一样 还有苟且 还有苟且 还有矿且 苟且,矿且的人 当然不一定有矿 所以呢 财上分明大丈夫 财上分明大丈夫 然而呢,也不是说 对吧 什么事情都就AA制 那就太没有人情了 太没有人情了 其实很多事情你该分清楚的时候 还是要分清楚 这样让彼此不会产生的 这种,这个你欠我 我欠你 是吧 宁可天下人负我 是吧 不可我负天下人 是吧 情愿 所有的人都欠我钱 也不像我欠人家钱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 这个信口 随便说 但是也可以这么讲呀 也可以这么讲 如果没有语境的话 就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语境的话 这帮人 那帮人他就可以这么说 我是不会 宁可天下人负我 你们人都欠了我的嘛 你不是负的嘛 我们都负我 你们都欠我的 是吧 也不要我负天下人 那说明什么 你有钱 你有钱啊 天下人都负你 是不是 你也不会负人家 你不欠人家钱 是这个道理 开玩笑的 不要误解了 鸡千两经 不如明解说经 鸡精千两不如明解经书 鸡精千两不如明解经书 就是三字经里面也讲了一句 三字经是清朝的 所以他很有可能 从这个上面过去的 或者是他也引入了生活中的那些 这种名言谨句啊 或者是谚语啊 或者顺口溜 鸡千两经呢 不如明解书经 所以我们家 我已经给他们够多了 我们千两经算什么呢 对不对 我已经给他弄了很多书的 爱看不看 反正我给你了 对吧 就像我给你钱 给你钱也是一样 你不用我也是没办法 是不是我现在跟你书 你不看我还是没办法 当然了 我教还是要教的 是不是什么 鸡千两经不如明解经书 因为为什么呢 数之以鱼 不如数之以钓鱼 是吧 数之以鱼 不如数之以钓鱼 你给他鱼 你还不如教他 怎么去钓鱼 是不是 这样一个道理 人一子金满鱼 人一子金满鱼 我一子唯一金 是吧 我一子唯一金 那个就是三字经里面讲的 子不教 如养驴 子不教如养驴 驴教 知道吧 子不教 如养驴 女不教 如养猪 就是如果你也生了个儿子 不教呢 他就只能干点苦力活 只能干点苦力活 如果你养猪的 养女的 女儿不教的话 他将来呢 就是 就是 就只会吃 只会生财 什么都不干 干不了什么事情 所以 人家并没有说 古代女人 就一定怎么样 怎么样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 很 这个古代的时候 所以女人地位低 我研究了很多 道理 可能有是有这种情况 但事实上远不是这种情况 为什么 宁可把男的杀掉 也会把女人带走 你就知道女人有多么珍贵 比如说 陈吉思汗也好 还是中国的 中原的任何一个 朝代也好 就是打败你的时候 男的拿去做奴隶 女的拉回去干什么呢 女的不是拉回去做奴隶 把你家的东西抢走 男的弄死 或者是拿去干活 女的拿回去生孩子 女的地位 在古代的时候 实际上是 女的地位 自始至终 都比男的高 当然 她就算这么高的一个地位 她还是依附在 这个男权社会之下 是这样一个情况 养女不叫 如养猪 养子不叫 如养驴 是吧 所以呢 养子养女都要叫 不叫不行 知道吧 不叫就像养驴和养猪一样 叫呢 就说到那个叫 是吧 叫 有人说上面是个老字头 下面是个子 旁边是个文 对吧 首先要懂得上文 谁是大的 谁是老的 谁是小 是吧 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 懂得 这老少 就是这个孝顺的孝子 懂得这个孝子之后呢 然后 有于利而学文 这个时候就是叫 他说 可以这样理解 不错 但是呢 好像本意不是这个意思 好像本意不是这个意思 养子不叫 如养驴 养女不叫 如养猪 是吧 酒中不予 真君子 财上分明 大丈夫 那几个就不讲了 就是这个酒 和财的问题 是吧 养子不叫 如养驴 养女不叫 如养猪 有田不耕 仓饼须 就是仓库 就是仓库空了 这个意思 有田 有田不耕 仓饼须 来说仓景空 是吧 有田不耕 不就仓景空了吗 你家里什么都没有 有书不读 子森鱼 有书不读 就叫我们要读书 叫我们要读书 这个道理很 很明白吧 同君一夜化 圣读十年书 我们一起读书 你看 我都讲了多少页了 同君一夜化 圣读十年书 你知道吗 愿意听的 我们一起看书 不是说你要听我讲 你听我讲有什么用 我又不是大爷 我又不给你发工资 又不给你发毕业证 没有用 我只能是抛砖引誉 给你讲一讲 这个书呢 这个东西是可以看的 是吧 是可以看的 而且跟生活息息相关 并不是说一本书 拿出来就是大道理 所谓说那一大道理的 人家 说人家讲大道理的那些人 是因为他自己太卑微了 就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 他就认为是个大道理 他自己他没用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规定 对 同君一夜化 圣读十年书 十年书作为什么 读十年书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度量单位 说明我学了很多东西 同样的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是吧 你看我行万里路 读了书更多 所以呢 经常一边旅行的时候呢 一边听我讲 也是一件挺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 你又读了万卷书 又甚读十年书 是吧 那你读了多少书了 但是呢 尽信书不如无书 是吧 尽信书不如无书 你老是听这个听名 或者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 中国文化里面的哲学 在里面 生活的哲学 生活的哲学 它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 没有明显的就是界限的时候 你说他长得帅 长得好 那是你认为的 还有他认为他是不好的 长得不帅 看法不一样 参照物不一样 利益点不一样 情绪不一样 所在的环境不一样 一切都发生变化 而且所谓福兮 获之所福 获兮 福之所医 他们两个是相互的 他们两个是 所谓 同 是吧 同出于明 同出 是吧 同之为玄 是不是 同出而亦明 同出而亦明 同为之玄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 为什么 我把老子 那个一本 你往前面翻 我曾经在老子 读老子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你真的把老子 第一章和第四章 到第四章 到第五章 明白了之后的话 你基本上可以拿出去 忽悠一大片人 在学术界 可以拿出去忽悠一大片 因为那帮人 全是混乱 确定的 不用讲 是确定的 因为我本来不知道 后来我知道了 但我发现了真相之后 是吧 原来你是在忽悠我 当然了 你把第六章 到第九章 明白了之后 没有上市那个档子 我在其中 也说了另外一句话 你们有机会就翻一下 就是你把第六章 到第九章 弄明白了之后的话 当然我没有把全部的 全部的东西都说出来 因为我觉得那些 以后还会翻掉 重新录的 不会就这样子结束 因为我总得 对自己和对所有人 都负责任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 都听了 而且有的人 不会听了那个 也不会理解 你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听 但你明白了这个之后 你通过一段时间 去消化了 理解了之后 从老子那个 道德经那个角度的话 我绝对是 站在绝对的高度 跟大家去聊天 当然 我还是想方是法的 把它弄得 跟生活息息相关 因为我认为 读书就是为了生活 如果你读书的话 不是为了好好生活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对吧 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你那个生活都不顾 你还读什么书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 读的每一本书 都是每一个议题 每一个话题 都是为了 让我们的思想 更加开阔 心情更加平复 让我们静静地 好好的活着 所谓静住 安生一下 我不会去 这张脸 永远在这个 如果我拍的话 我永远是在这个视频 对吧 这种视觉 你好受 你难受 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愿意接受 你也要接受我 对不对 你也要接受我 我不能为了你 去做一些 是吧 事实上这好听的 我也不知道 据说是酒哨 酒勺 酒勺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也不知道 有一首音乐 是不是 那我天天给你放酒勺 不就行了吗 可是那不是我们生活 你明白吗 那不是我们生活 我看了很多人 这个 像这个书里面 这个书我讲 它那个读解 读解得非常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都没说 它读解 一个没读解 它就说我读了这个书 之后 我有什么样的心情 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好 说明你读书了呀 说明这个作者读书了 说明这个书 至少他感动了 感染了这个作者 有用 对吧 你结果整了一帮 那个从各个地方 抄来的那个什么 注释 而且很多字都写错了 你然后拿过来 叫我看 你这个 你就忽悠我 你自己都不懂 是怎么回事 你忽悠我来看 是不是 当我看了 这样一个书之后的话 我就觉得挺好 为什么 他自己从中已经感动到了 我读了这个书之后 我就读了两本书 第一个呢 读了作者 原著的作者 第二个呢 又看了这样子 我们今天的这个作者 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结果我自己在想法 我就变成了三个想法 三本书 在一起读完 是不是 生活 艺术 高于 生活 又源于生活 还要回到生活中去 没有一个道理 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我 反对那种说法 说这个 艺术殿堂 艺术是个锤子殿堂 你不到生活中去 你到什么殿堂里面去吗 对不对 你看那个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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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明的科技是什么 最高明的科技 不过是卖手机 卖汽车吧 我看 他说不 我们在研究黑洞 研究那个 嗯 这个量子 量子力学 量子通讯 你他们研究量子力学 你不还是为了卖手机吗 他说我不是为了卖手机 至少你 那你现在 你想 你研究量子力学 你想干什么 量子通讯 你不还是为了卖手机 挣钱 不是吗 所有的科技 所有的技术 都是原来生活 而科技只是生活中的 一个支分支在里面 所以很多人说 中华文化算个屁啊 是不是 我们 这个现在科学 现在自然科学 多么牛逼 是不是 没有自然科学 怎么会 是吧 这么 这么安逸舒适的生活呢 你弄错了 你知道吗 就好比说 你是一个人 然后你跨栏 跨得特别好 是吧 你跨栏 跨得特别好 然后你挣了很多钱 然后你就告诉人家 市场是跨栏 是罪你的 因为我 你看我跨一栏 对不对 比你研究十年的科学 都挣的钱要多 比你卖一万台 手机挣的钱都要多 你就认为市场 都是跨栏 是最好的吗 不是这样子吧 那你跨栏 你总得有饭吃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 你不要觉得好像是 得了一点好处之后 就觉得那个就是全部了 不是 比如说 这个小姑娘 我对她好了 她觉得 超哥对我正好 我愿意嫁给她 你哪里弄错了 你不知道我到底多大了 我家里多少孩子 对不对 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一页帐墓 你看人家一点之后 你就以为那个是全部 还是什么 就像他们说 那个 那个 谁说的 粗俗 无知 粗俗 simple 是吧 simple 简单 再说要倒霉了 因为说这个就被 上次 其实有两次视频 都被删掉了 删掉那个视频 对我心情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我对视频 几乎每家修饰 我有时在里面 加了一个背景 因为我讲的话 确实是不太好理解 不好理解 算了 让你听点音乐 我就这么想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跟视频 去修改这个 修改那些制造 但是我好像 研究出了一个 他们有我侄女 他告诉我 还有一个 可以更换这个背景 到时候我要 能够把背景更换 然后背景更换 做这样一个事情 艺术是源于生活 当然了 文学艺术 也是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但是呢 他还要回到生活中去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他在这个里面 让他转一圈 还是回来 所以说 我们也要跟他转一圈 这叫峰回路转 我把荡气回程 好 这里是操哥读书 感谢你跟我一起 听到现在 希望你帮我点赞转发 让我们一起 读懂人生这本书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简单 安逸 让生活充满阳光 我是操哥 再见